一人梁永齐一身清凉休闲打扮 现身商业二台 为电台节目做宣传活动 梁永齐一家三口刚刚从西班牙回港 今次是带楠楠到西班牙看爷爷奶奶 她表示一家三口在西班牙 每天都到海滩上去玩 齐齐感言 平时工作忙没有怎么带小孩 这次是亲力亲为的照顾楠楠 虽然辛苦但是觉得挺开心的 乡养通常我们要工作的时候 就是小孩的时候家人会帮忙去照顾 所以变成说我们这样一家三口出去放假 我们就比较想真的我们自己去照顾他 24小时亲力亲为 因为这样虽然是很忙 然后有时候也会很累 但是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什么大小的事情都 我真的没有人帮你们 就我们两个去面对 就也挺开心的 对 梁永齐独家回港后 现在正忙于音乐会的准备工作 他还透露这次台湾的演唱会门票 在网络上五分钟便全部售完了 心中感到十分开心 那个我得到消息是五分钟就在网络上面卖完 当然是非常开心 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然后我也会很珍惜这一次 就是八月底在台湾的那个 跟大家的演唱会 受访时问及 有否想去探望好友李心洁的两个双胞胎仔仔 梁永齐也做出了回应 看他们就是双胞胎当然很可爱 但是我知道戴起来是不容易的 因为两个小孩同时间要喂他 要吃要喝要哄 要什么 就真的 一个已经够忙了 那我就知道 其实真的是不容易了 那我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